就是用 那个姓氏加一个称谓 比如吴先生 张女士或者张小姐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第一个当然先 插入函数 比如说我可以先怎么样把他的姓先抓出来,姓的话可以用Labs 那Labs他会问你说 你要几个字,我要这个姓名里面的姓就好了,所以一个字 他就把吴博威抓一个U,OK,按确定 但目前只有U,称 性别放在后面 如果放后面的话,请你记得要串接 End End是串一个 串个什么呢? 那你不能说你这边是先生,打个先生的话 你往后,假设你今天输入一个先生的话 他变成就是 底下就全部向下填满了 全部都是先生 那不对啊 那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 当他是 男生 的话是先生 他是女的话 那就是小姐 所以这边的话,我有两种可能 那你就变成要做逻辑判断 逻辑的话就打个一幅 一幅 或者是说你可以怎么样 在插入函数 一幅在这里 那不过特别注意,如果你这边已经用过Lapt 你第二次使用 那个函数的话 请记得 用前面的清单 OK 他会自动怎么样,帮你把End 然后if 点一下 特别注意 取笑一下 记得游标先放在这边 End 游标放这边 然后呢,在按清单里面的if 他会帮你把衣服 放到这边来 有没有看到 游标放这里 你不能放这里 放这里就把它取代掉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怎么判断 逻辑是 如果他性别里面 等于 男生的话 这边的话出入一个男 如果是男 因为 除了男之外就是女了 所以 这个逻辑判断,如果为True 就是什么呢 先生 就帮我输出先生 反之的话呢 就是女士 或者小姐 反正这个 OK 我把它洗 那不过你会发现你输入完 他会自动帮你加前后双以后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有没有 所以 逼 死 是男生 那出现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向下填满 放开 他就自动帮你产生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B10 因为我没有把它加一个前的符号 如果你加一个前的符号 也是全部都先升 那 如果没有加前的符号 他下面会变成 B12 自动都抓到前面 OK 那就会出现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是 用Labs做出来 其他像 Write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就是抓前四个字 所以就是3227 抓前两个是周字 OK Rise的话呢 就是 后面几个字 所以 Labs是前面 Rise是后面 那Mid是中间 所以以后要抓哪些字的话 记得是这样子在套用 所以呢这个做完之后 请各位切到那个 综合练习 刚刚讲过 如果你要把这个串出来的话 记得先等于 双引号 09 后双引号 特别注意 很长一串公式 你可以不用一次打 你可以先输入看看 09 所以09OK了 然后后面的话呢 在end 串接什么呢 串接这个储存格 F4放过来打个勾 0911 然后呢还缺什么 缺一个-的符号 所以end 然后呢 记得是一个-符号 OK然后打个勾 记得 你其实 因为之前同学最容易犯错 野心很大 全部打完 一打勾 错了 错在哪里不知道 因为太长了 我是建议你 可以慢慢来没关系 你先做 可以 那个部分不OK 你可马上找到答案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end 他 可是特别注意 关键来了 这里面的话 只有84 所以你把这个地方84少个0 所以变成说你要先做补几个0的动作 然后再去把84串在后面 好 所以补几个0 就是刚刚讲的 end 插入一个什么呢 rept repeat 什么东西呢 repeat0 那几次呢 用3去减 因为我一定要3个 减掉什么呢 这里面有几个字 l e n 有没有 刚刚不是l e n 钱瓜糊 然后你就把这个告诉他 这个告诉他 他就帮你算 里面 两个字 所以 减完之后呢 就一个字 一个字表示补一个0 因为我一定要三个字 用3去减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 然后按个确定 这有点难 OK 最难的 有没有 看得到 不过 不过就是练习吧 OK按确定 你会发现 0就出来了 那84没有 怎么办呢 end 再把它点一下 他就把84带过来 打个锅 连巴士 看得懂这个步骤吧 其实工作里面 这步骤如果你熟 不然做什么 很快就做完了啦 但是如果你不熟 就是卡住卡住一直卡 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不要野心太大 你就是先慢慢来 先了解 逻辑应该懂 只是说你要做正确 除了正确之外 还要熟练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好像都知道 但是非常不熟 非常不熟 就是怎样 就是卡很久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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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表示你很少用 所以你就常用就熟了 像这东西就这样子 再来最后呢 后面这个区码跟末码 其实逻辑 层次 公式都一样 所以其实最后应该 不用重打 你只要怎么样 复制 贴 把G4 改H4就好 但是关键的地方就是 你要知道 从哪边复制 对不对 看得懂吗 其实这个逻辑里面 刚刚我们 基本上就是从哪边 从这个 一个减的符号 到那个084 减的符号在这里 可是后面这边 一定要一个end 所以从end这边 再减的符号 所以其实就从这边 F4后面这一串 那你就怎么样呢 把这一串 把它复制一下 右键复制 或Ctrl4 也可以 在右键贴上 但是你现在打勾一定错 因为它还有08 所以怎么办 把这个G4 我的习惯是选它 再点H4 它就把它盖过 这样选它 就点一下 或者你 自己改这个也可以 反正两个方法 打勾 向下填满 就全部OK了 向下填满记得 这个 右下角的空点 快点两下 但你向下这样拉也可以 如果你这样拉 会过头或者是 刚刚好 对不好拉 所以 比较快的方法记得 这个空点 快点两下 因为我之前我就是讲完就带过了 可是 后来有同学说 老师你刚刚怎么点的 我说这不是应该是 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吗 他说没有 我不会 那你以前怎么做 我以前 就是这样拉 好啊 你今天终于要多学一招 这招不会真的是很多地方 尤其你资料量很大的话 对不对 这几万笔你怎么可能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睡着还没到 对不对 所以你怎样 快点两下 就解决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串 画面先还给各位 yelling 你也要能够很顺利的 很快速的把 一些事情解决 除了要懂之外 真的要熟练 所以这个部分 还是就是 多多练习 花时间 反正 回家 今天上art 做完之后 回去也还是要找时间 把这个练习题多做练习 久了之后你会发现 看到什么很快就把它做完 这个感觉其实 我想相对你工作上也比较有成就感